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Linux Cast播客 在这期播客当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如何在Linux系统下面查看我们的CPU信息 查看我们的处理器信息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需要去查看 我们当前硬件环境下 我们当前硬件配置当中的CPU的信息 那么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想要知道我们CPU的配置 想要知道它的主频 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 当我们再去使用一些功能 使用一些软件的时候 比如说虚拟化 比如说我们要运行一些这种 大型的工业级的软件 我们可能需要去知道 我们的CPU有哪些 都支持哪些特性 都支持哪些特性 它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那么在这里的话 在Linux系统当中 我们有两条命令 有两条常用的方式 可以用来去查看我们的CPU信息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proc目录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proc目录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Linux当中 那么根本区下有一个叫做 PROCproc这样的一个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 我们在我们的Linux课程当中 有给大家讲过 是一个存在于内存当中的 每次系统启动的时候 会自动创建的一个保存 我们Linux当前实时信息的一个目录 里面会有很多的文件 会有很多的文件 那么这些文件 都是用来保存我们当前系统的状态 硬件的信息 以及一些进程的信息 以及一些进程的信息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proc目录下有一个叫做 CPUinfo的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就是保存 我们计算机当中的 保存我们计算机当中的 这个当前的处理器的一个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CAT命令 来去查看这个文件的内容 可以发现文件内容很多 当然这个取决于你的 这个处理器的内核数量 那么比如说 我当前这个虚拟机 虚拟机分配的这个处理器的内核 是四个内核 把物理机的四个内核 全部给它了 那么这个时候会列出来 大家会发现 四个部分 基本上是一样的 每个部分是都有一个编号 列出来我是显示的是哪个核的信息 哪个核的信息 那么在这里的话 大家会发现 那么proc上面的CPUinfo 这个文件当中保存的CPU信息 是非常全的 比如说首先 我内核的编号 然后我的这个厂商的类型 这个是Intel的 那么我的CPU的一个 它本身的一个编号 那么包括CPU的一个 这个不净值 这两个一般就是用来确定 我CPU是几代几代 那么我CPU的一个型号 比如说我这里是 Intel i7处理器的 一代的i7 620M 这样的一个处理器 主频是2.67 那么这里还有我实际的一个工作频率 实际的一个工作频率 那么包括我的这个CPU的 二级缓存的大小 这里是六兆的一个二级缓存 那么包括我CPU的 其他的一些信息 那么在这里的话会发现 我们显示出来的内容 非常的全 显示出来的内容非常的全 我们一般只关心哪个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CPU的型号 第一个就是我们CPU的型号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二级缓存的大小 这个都是我们通常会去关注的 那么再有就是这里的这个Flux 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么大家会发现 在这里列出来了很多的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名词 那么如果熟悉的人都知道 这个是我们CPU所支持的一些指令级 所支持的一些指令级 比如说SSE SSE2 SSE3 等等这样子 那么包括像这个 比如说VME 这是我们对于虚拟化的一个支持 PAE对于物理内存扩展的一个支持 等等 那么很多时候当我们再去用一些 工业级的软件 大型的软件 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要用虚拟化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去确定一下 我们CPU是否支持某些这种 用来提高性能的这些指令级 比如说MMX SSE 这些都是用来提高多媒体性能的 比如说VME 就是我们的这个CPU对于虚拟化的一个支持 如果有VME的话 就表示我们CPU是支持虚拟化功能的 支持硬件级的虚拟化功能的 当然这个对于现在的处理器来讲 基本上都支持了 那么大家还会发现 包括我们的这个CPU的这个物理总线的一个长度 比如说你的物理总线是多少位的 这里是36位的物理总线 48位的虚拟总线 那么这个就来决定你这个处理器 能够访问多大的内存空间 如果是像这种志强的 Z样的这种处理器的话 可能这里会比较大 可能会比这个要大一点 他能访问的这个内存更多 所以说在这里 第一个方式 第一个在Linux下面去查看 我们处理器信息的方式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ProcMulu下面 有一个叫做CPUInfo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样的一个文件 来保存我们计算机当中的CPU的信息 那么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命令 我们都知道在Linux当中有很多的LS的命令 LSPCI LSUSB 这样子列出来我们硬件信息 那么同样还有一条命令叫做LSCPU 还有一条命令叫做LSCPU 实际上就是ListCPU的一个缩写 那么这条命令可以给我们 也同样会列出来我们当前的这个CPU的一个信息 那么当然这个列出来的信息 跟我们刚才那个可能格式上 包括信息的内容都有些不太一样 那么这两个命令大家可以配合去使用 比如说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他不会去把每一个核都给我们单独列出来 实际上每个核的信息是一样的 那么他会给我们告诉我们当前CPU是多少核的 比如说这里是一个4核的 那么并且CPU是否支持64位 是否支持64位 CPU的工作频率 CPU的这个一级缓存大小 二级缓存大小 这里面都给我们列出来了 都给我们列出来了 所以说在Linux当中的话 我们既可以去使用刚才的Proc下面的CPUinfo 这样的一个文件 也可以去使用LSCPU命令 也可以去使用LiCPU命令 那么这两个建议使用哪个呢 建议使用Proc下面的CPUinfo Proc下面的CPUinfo 因为这个是几乎所有的Linux系统当中都会有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比较的规范 也比较的标准 不管你用什么版本的系统 它显示的东西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所以说建议大家使用Proc下面的CPUinfo这个文件 作为我们CPU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 尤其是当你要去写一些自动化的脚本的时候 那么尽量去使用这个文件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如何在Linux下面去查看我们处理器的一个信息 OK 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